7月29号到8月3号 成都大运会武术项目比赛在成都城北体育馆举行 共产生20枚金牌 这是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第二次增设武术项目 何为武术 源于中国的武术如何走向世界 武术还有东西方之别吗 成都体育学院中华武术国际化传播研究 一流学科团队带头人 英国卡蒂夫大学访问学者 博士生导师马秀杰教授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对此进行解读 武术文化是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是一个在国际上识别度极高的文化符号 武术文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狩猎活动 祭祀庆祝活动当中的舞舞 以及历朝历代的军事技术 历史上武术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 此时也主要指军事技术 二十世纪初 随着西方体育概念传入中国 就出现了武术体育项目概念的认知 但也有学者认为武术就是积极 如果不谈攻防积极 就否定了武术的本质属性 对此呢 中国武术协会原主席徐才 提出了大武术观 所谓的大武术观 第一个就是从武术的生产文化底蕴来讲 武术文化涵涵了身体格数 军事学 哲学 伦理学 美学 医学等内容 第二个呢 可以从武术的发展源流来讲 武术呢 不仅仅包括现在的武术啊 散打啊 还有包括脚地 相扑 摔跤 射箭 以及养生等 这些呢都属于武术文化的大武术观的范畴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呢 由来已久 早在汉代呢 中国的刀剑之术 脚地和相扑呢 便开始东传到日本 近代 中华武术国际传播更多的是由 华侨华人 或者是 金武体育会来完成的 当代的功夫影视国际化传播 外交武术表演团 以及改革开放后的 频繁的武术国际文化交流 国际武术赛事 都为武术文化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 贡献了力量 我国武术呢 有129个犬种 这些犬种 在不同的国家 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也是不一样的 就目前而言呢 国际化和全球化程度 最好的犬种是 太极犬 据我们的前期调研了解到呢 中国武术翻译到西方以后 产生了不同 对中国武术文化的认知 那么在西方受众有 Moshuarts 是指呢 世界上所有的格斗术 Chinese Moshuarts 是最为广泛的中国武术概念 它包括Chinese Traditional Moshuarts 太极拳 功夫和武术 其中呢 Chinese Traditional Moshuarts 是包括积极功能 多维度文化的中国传统武术 而功夫呢 是由于李小荣的个人魅力 以及在功夫电影的贡献而产生的 太极拳的单列 是由于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如今呢 虽然我们武术项目呢 已经进入了大乐会 清澳会 但武术入澳呢 我们则要探索依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入澳 2008年北京奥运会 我们已经实验了武术套路 不可能成为入澳的一种形式了 接下来呢 是探索出一种攻防对抗的形式 那么采用哪一种武术对抗的形式入围呢 既能体现出中国武术的国大精神 又能体现出中国武术的攻防格斗 这种哲学还能表达出中国格斗文化 包括礼仪文化 伦理文化 哲学文化 都在里面 所以我个人觉得 是需要非常长的一个路要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